前女友搬到了我家隔壁和女邻居同住 前女友今天突然约我出去看电影 为了拒绝她 我答应女邻居明天假装她男朋友一天 不是你跟有病似的你干啥呀 你不跟你说想滑子了吗 你别穿你的鞋往我屋里走行不行 反正你都屋里走来的 你吃饭了吗 你有事没 明天 看个电影 干啥就看电影啊 那电影挺好看 我没空了 我不看 不是 我跟你说明天看电影 没用事你就看了电影 你还有事没 我不想看 不是我都约你了 你约我咋的了 咋你约我就得去吧 不是分手连朋友都当不了了 咋的了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啥事你说 你不要向我进去说啊 你那个你等我一下啊 我那个我下班一一不没喘啊 你等我一下啊 你别跟他说我在这啊 咋的你害怕他知道啊 我不是没跟他说咱俩关系吗 咱俩啥关系 我先上楼你别跟他说我在这啊 你说 你接着说刚才我啊 你说 咋的 我就是有个忙想请你帮我一下 啥忙啊 明天能陪我去参加个同学聚会吗 吃口饭 我陪你参加同学聚会 我都不认识你的同学 我去干什么 不是我是想让你假装一身 我男朋友 我假装你男朋友 为啥呀 因为我前男友也去的做同学 然后想先帮你这个忙 就吃口饭 行啊 去呗 几点呢 你答应我吧 明天六七点吧 然后我过来找你 然后咱们一起去 好吗 行行行 那我回去了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明天有事了去不了 明天有事了去不了 啥意思 我看 你都不是想演他男朋友 不是我干啥和你有关系吗 我 是我先约的你 我没同意啊 你没你没约成功啊 我干啥不用向你汇报吧 对吧 不行 是我错的 去 你俩明天好好玩 这啥意思 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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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